一家德国公司生产了一台售价47500欧元 大约37万人民币的台式机 准确地说是工作站 这台工作站刚刚2月12号在 德国的一家商店开始售卖 它搭载的是英伟达的GE200 GREISAL和超级芯片平台 将CPU GPU融合在一个主板上 它拥有72个奥内阔并配有英伟达H100加速器 它配置了96GB的HEM31高带和内存 同时配置了480GB的LPDDR5F内存内存总计576GB 它的硬盘作为可选总线可选发 PBSS30TB.1B 它同时配备了两个2000瓦电源 一般人这电费能复制 支持英伟达的Google等连接扩展选项 这家公司表示这个是AI工作站 可以提供超强计算性能 同时还有一款144核心的版本 将于6月份左右推出售价为59500欧元 大约46万人民币 台并交参与